无限超越班终于迎来了演员考核 本来有想过会演不好 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不好 最有感触的就是吴振宇 刘耀文冲上云霄片段 辛劳演员演技对比太惨烈 演出的效果怎么样呢 尴尬他妈给尴尬开门 尴尬到家了 剧情设定是 谢一栋为了救刘峰身受重伤 以后再也不能飞了 刘峰心怀愧疚 为了意气想要退学 此时刘峰的父亲正好来学院看望 吴振宇饰演的角色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人到中年生活压力巨大 来到充满活力的飞行学院 整个人都是紧缩的 吴振宇一出场就把这种状态拿捏住了 在门边探着这个脑袋 又不敢上前打扰刘峰和谢一栋谈话 被发现后以为自己太唐突 所以不好意思地笑 镜头拉远 我们可以看到吴振宇的体态 翻着腿 勾着腰 缩着手 背部前倾 活脱脱一个为了生活 疲于奔波 来到大地方局促不安的底层父亲 但刘耀文的表现呢 没有见到爸爸的惊讶 紧张或者害怕不安 没有任何的情绪过度 直接说不想飞了 吴振宇怎么接的呢 皱眉提起嘴角 眼皮向下搭了 不断地眨 眼神里尽是沧桑 最后呼出一口气 五秒之内 吴振宇变换出了 不敢相信 生气无奈 好奇关怀几个情绪 这种脸部情绪的调动 微表情地拿捏 堪称一绝 我把汤喝了 他走了 最后终于讲出几句话 眼泪却含在眼眶里 强忍着不掉下来 一个老父亲的心酸 无奈 气氛表现得淋漓尽致 通过几秒内的情绪转换 我们完全可以想到 这个父亲起早贪黑 开出租的辛苦 又满怀希望给儿子最好的未来 说实话 吴振宇以前给我的印象就是 黑道大哥 人狠话不多 现在看了节目 发现他好暖 像是护载的男妈妈 也可见 想当个好演员 真的不是一日之工就能成的 刘耀文身为演戏小白 演成这样情有可原 但演戏六年的沈月 还是演成了大型灾难现场 搭到范士奇安慰他 不用害怕 我把你戴成活泼性格 且上台不紧张 但沈月来了一句 我上不了台面 虽然是自嘲 但也有点不合时宜吧 沈月还是很紧张的状态 带入到了戏中 从头到尾 没有进入状态 在表演结束后 沈月又像上一期一样 对着导师哭起来 耳东生疑惑 你到底演戏几年了 还很不给面子的说 你这样哭 我看得很烦的 跪求娱乐圈 出几个敢讲真话的老师吧 搭到范士奇也没有表现多好 但是他和奢士曼即兴表演的时候 状态立刻找回来 赢得了导师一致的称赞 我看到是用心的 所以我觉得沈月 你的表现是 其实是OK的 是非常非常紧张 去扎针啊什么的 所以可能要彩排多一些才会好 还让范士奇有空 看看和奢士曼对戏的片段 真的很棒 所以啊 这是沈月还是范士奇的问题 还有值得夸奖的是 张可怡不愧是天赋型演员 虽然戏剧张力都在 玉莹和如飞身上 张可怡没有一句台词 但硬是凭借一个眼神 就表现出了身工女人的心计 演员说到底是一个职业 想要靠拍戏吃饭 还是要练好自己的专业技能 多跟前辈学习 多多打磨基本功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叫演员的 对吧 对吧